这是一部很多人看到一半就放弃的剧 但是当你有幸看到结尾 我相信除了震撼就只剩下了眼泪 请准备好纸巾 让我来给你讲一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这对男女从学生时代就在一起 同住一间屋 同睡一张床 甚至同吃一碗饭 但他们并非夫妻也不是情侣 男孩名叫湘羽 爸爸在他读中学的时候不幸离世 一年之后母亲改嫁也弃他而去 他的悲痛欲绝也引起了一旁奔员的注意 恩元的父母不久前也因车祸双双离世 两个悲伤的人也因此走得越来越近 因为湘羽遗传了父亲的癌症 不久后将会离开人世 湘羽深爱着恩元但他从来没碰过恩元 突然有一天 恩元不知道为何躲在沙发上痛哭 到了晚上吃饭的时候 恩元又问湘羽有什么愿望 没想到湘羽希望他找个好男人嫁了吧 很快找了一名湘羽口中的好男人 两人共用一个杯子喝咖啡 恩元把找到好男人的消息 分享给了湘羽 为了心爱的女人 湘羽开始着手调查牙医的背景 资料显示牙医家境优越且待人和善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他已经有了未婚妻 但好像两人是因为家族联姻 所以并没有什么感情基础 湘羽通过调查发现 女人好像不是什么好男 湘羽给女人写了一封信 并说她深爱的女孩爱上了她的未婚夫 并附上了自己的一张医学诊断书 也许是好奇 也许是感动 将死之人最后的时刻 还一心想着所爱之人 于是女人爽快地答应 但作为一名设理师 她要求湘羽到死之前都要做她的伯特 湘羽终于帮恩远扫清了障碍 为两人制造了共进晚餐的机会 湘羽以加班为由默默地离开了饭店 病情发作的她量强地摔倒在地 但她迅速地站起来并下意识往餐厅看了一遍 生怕恩远发现她患病的命 回到家的湘羽煮了一碗泡面 无奈地品尝着心中的绝望 可不知道什么原因 正在聚会的恩远却突然回来了 至此以后 牙医开始不间断地来电台找恩远 而湘羽却像一个旁观者一样 默默忍受着这颗心之痛 很快牙医约见了湘羽 并告知了马上要跟恩远结婚的喜讯 牙医希望湘羽和恩远一起挑选婚纱 婚纱店里 湘羽痴痴地看着新郎的礼服 看到恩远身着婚纱洞的模样 湘羽也是苦涩地说着漂亮 这时候店员说新郎也过来试下婚服 这一刻湘羽脸上露出了微笑 脱下新郎服的那一刻 湘羽独自离开了婚纱店 她的泪水也犹如街上的车流一样汹涌 湘羽找到了女人 她希望在自己死后 每年能替自己送一束花给恩远 现在她能做的 就是在死前看到恩远能幸福下去 很快恩远的婚期不约而至 她缓缓地将恩远的终生托付给了牙医 这将是他们最后的一面 湘羽也完成了她的使命 转过身后的湘羽早已泪流满面 她的生命也将随着眼泪的滑落而消失 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 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 还有一个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 湘羽死后的三年里 女人每年都会按时如约 买上一盆仙人掌 然而这些仙人掌并没有送给恩远 因为恩远三年前也追随湘羽而去了 随着时间慢慢回转 让我们了解那段不为人知的真相 三年前的某一天 恩远写歌词写了头昏脑胀 她突然想起湘羽常吃的维生素 可以缓解头疼 于是翻开湘羽的衣柜 找到维生素吃了起来 可没想到吃完没多久 反而直接晕倒 来到医院把药拿给医生看后才得知 这是癌症晚期患者服用的止痛药 得知真相的恩远突然感觉世界黯然 这也是那天晚上 为什么一回家 她就抱着湘羽痛哭 于是为了完成湘羽的医院 恩远才找上了大家口中的好男人牙医 而聚餐的那晚 恩远回头 其实正好看到了湘羽摔倒在了路边 她恨不得立马冲出去 但她知道湘羽一定会回头看向自己这边 于是站起来的她并没有立马出去 而湘羽也只是看到了恩远这样的背影 两人在同时一碗泡面的时候 恩远其实想对湘羽说自己想嫁给她 但终究也没有说出口 婚纱店拍照的那一天 其实湘羽离开的那一刻 恩远也是看着照片忍不住痛哭了起来 湘羽更不会知道的是 当湘羽转身离去的那一刻 其实恩远也已泪流满面 她无法承受湘羽的离去 所以这天她也决定追随她而去 没错 恩远选择了殉情 追随了至爱 这种爱就是非你不嫁 生死相随 牙医把录音机和两人的合照 放到了灵位上 对于从始至终 都是个配角的牙医来说 她的爱也同样无私且悲伤 两人那天是婚纱拍照时 她其实也在窗外 看到了两人幸福的模样 即使知道 恩远一开始接触自己的目的 可她还是义无反顾地 娶了恩远 因为再一次次的接触中 她也早已爱上了这个痴情的女儿 此生故短 无你何欢 山河远阔 人间烟火 无疑是你 无疑不是你 最遗憾 是我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 却不能在一起 有些爱只能止于唇齿 也于岁月 比悲伤更悲伤 故事讲解完毕 这里是电影解说公司 我们下期见